第676章暗煞 正辆的商务车停靠在红砖楼下 穿着灰色职场套裙的年轻姑娘 使唤驻三名蓝领往红砖小楼搬运一只只大纸箱 四楼 房东太太堵在电梯口 拦着工人 双手插腰 喷得唾沫横飞 你们 想干什么吗 什么东西都往上搬 经过我这个房东同意了吗 都给我下去灰色套裙的年轻姑娘说道 我们老板会在这里住几天 您是房东是吧 你的租客已经允许了 他允许我可没允许房东太太 许是今天没吵架 抱脾气还没发现 终于逮到机会 老娘的房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的 没有面试就想住 出去出去 再不出去 看我不把你这些破铜烂铁给砸了 说完 抄起一个小包裹 就要置在地上 年轻姑娘丝毫不慌 淡淡道 这可是我们老板收藏的限量版雪茄 亦和十万联邦币房东太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下包裹 庞扶这玩意很烫手 她和年轻姑娘对视几秒 哼哼唧唧道 都给我等住 说完 她暴躁地拍响了403的房门 正在卧室里和纸杀公主视频聊天的张元清 匆匆挂断 奔出房门查看情况 看见大包小包的物品 也是一愣 她茫然地看向穿灰色职场套装的年轻姑娘 金医不定道 这是她心说我只是邀请单传骑士来家里住几天 不是 定居 啊 床垫 生活用品 咖啡机 茶盘 加湿器 这是几个意思 房东太太在旁抱怨道 小张啊 你怎么回事 往家里住人也不提前说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房客入住要面试 这种先斩后奏的事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这 张元清 陈生道 房东太太 我听说秀秀前天数学模拟考试 及格了 房东太太 顿时哑然 常叹一声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小张啊 为了你 阿姨愿意退一步 朝住年轻姑娘哼一声 搬东西的时候注意点 不要磕坏了地砖 碰坏了家具 又扭头八卦道 小张 你那个女朋友呢 回家养胎去了 啊 开玩笑的 回家探亲 下个月再回来 我 女朋友得看好了 每天晚上打个店 房东太太 善意提醒 说吧 便回了四零一室 灰色职场套装的年轻姑娘 主动上前 伸出白嫩小手 道 您就是逍遥先生吧 我是蔡总的秘书 兼助理 零 我叫安叶齐安叶齐 你身体里是不是藏着一把剑啊 张元清打亮住眼前的姑娘 年月二十五 腹白貌美 弯弯的眼睛和可爱的卧蚕 让她看起来如同邻居妹妹 就是发际线略高 逍遥见仙 张元清和她握了握手 小秘书点点头 将目光投向屋内 倒还安俗聚物郡 刚吃了两斤臭豆腐 说要沐浴更衣 张元清扫一眼琳琅满目的物品 住三天而已 你们这是 蔡总是对环境要求极高的人 稍稍有点不足 就会难受得睡不住觉 希望逍遥先生理解小秘书公身道 张元清只能说到 你们随意 遇事这个邻近ID叫安叶齐的小秘书 开始指挥工人 更换床垫 床单等日常用品 喷洒消毒液 添加了咖啡机 烟灰缸 加湿器 小冰箱等物件 等众人忙完 迪蔡才湿湿然地从房间里出来 穿着黑金两色的华丽玉袍 光住两条毛腿 我相信你是大老板了 因为你恨不得把擦屁股的纸 都换成金箔 张元清 犀利的嘲讽 用完了可以赏给你 迪蔡耸耸肩 然后看向小秘书 我的雪茄到了吗 点上点上 给这个没用过金箔厕纸的小剑客 也点上按 叶琪苗一眼斗嘴的两人 默默把捡雪茄点烟 等老板吞云吐物后 他挥退工人 道 可以跟我说说事情 经过马迪菜踹住雪茄 便把 狩猎通天教主 夺回圣盘的计划 和盘托出 听完后 小秘书咬牙切齿地笑道 这么大的事 您为什么不是先跟我商量呢 覆灭教廷的敌人是谁 您从来不关心 也不查 通天教主背后是谁 您也不知道 您去年刚晋升的主宰 是主宰不是半神偶 笛菜白白手 什么都查清楚了 那有什么意思 人生就是需要挑战和刺激的嘛 小秘书额头青筋凸起 一副咬牙切齿 但还要继续微笑的模样 如此玩世不恭 嬉笑红尘 这家伙不是八字印 就是天赋绝伦 七级的主宰 还行 张元清心说 这时 安夜七扭头看他 礼貌微笑 您这几天 有感觉被人跟踪吗 张元清摇摇头 没有安夜七想了想 道 这几天我会24小时 盯着街区附近的监控 如果有一场 我会联系你的 至于我老板 您就让他随意吧 他喜欢胡闹 瞎玩 您别介意张元清 看一眼笛菜 再看向小秘书 露出同情之色 理解 他似乎知道小秘书发际线偏高的原因了 安夜七又道 能与我说说悬赏任务详情吗 刚刚购买小吃时 已经完成自导自演的张元清 表情不变地说道 透露了具体街区 没有透露地址 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地在外面活动 监控方面就交给你了打发走小秘书 迪菜换上他的黑色貂皮大衣 穿着某奢侈品鞋子 一副要出门的模样 我十几年没来唐人街了 走 出门逛逛 他笑呵呵道 不能宅家里 宅家里的话 你还怎么骗到 张元清一想觉得有理 便与单传骑士出门 几分钟后 迪菜手里握着一把羊肉串 边嚼边感慨 十几年了 这里好像没怎么变 没有变化的地方 住久了就没劲 人生还是需要刺激和冒险的 张元清也感慨到 真难以置信 你能活到这么大 不被人打死 迪菜点点头 为了活命 我是有努力升级的 次日一早 张元清早早醒来 没看到六代单传的背影 悄咪咪的顺了他一贯可饿 边喝边下楼吃早餐 刚走出家门 正好遇到上学的曹倩秀 他神色愉悦地说 我们抓到了几个星空七月的圈外成员 从那几个人里打探到一个重要情报 这次说不定能逮到大鱼 会不会有危险 曹倩秀微微摇头 天罚那边有圣者 放心 张元清寻思 料一下 人家爸妈都是临近行者 确实不需要他担心 便点点头 加油 乘坐电梯来到楼下 喧哗的闹事中 两人精准捕捉到房东太太 15喝6的大嗓门 我妈又在吵架了 曹倩秀无奈地叹了口气 两人寻声望去 房东太太正在和一位同岁月的阿姨吵架 那阿姨显然不是对手 被喷得节节败退 气得面红耳赤 张元清从围观的人群中 看见了穿黑色貂皮大衣的迪菜 也在人群里 啃着肉包欣赏房东太太舌战莲花 暂停暂停 迪菜忽然大声道 女士们 请停止无意义地争吵 两边顿势停了下来 这家伙总算前了件骑士该做的事 张元清心说 制止争端 维护秩序 才是一个骑士该干的事 迪菜却举起了房东太太的手 大声道 我宣布 这场战斗 杨秀娟女士胜出 接下去的两天里 张元清和单传骑士 形影不离 同出同入 等待着通天教主自投罗网 单传骑士偶尔会单独行动 比如去唐人街的沟兰厅曲 看大妈跳广场舞 榴莲在烧烤店和海鲜店之间 有时候也会参与到 房东太太的骂账里 她会津津有味地听房东太太骂人 见时机差不多了 就站出来 以一个公正骑士的身份 做出判决 判房东太太上 这天晚上 最后一晚 时间差不多了 待会儿就让分身入梦来杀我 然后我趁机吐露同快 在单传骑士身上 接下来就看猎人工会 和骑士互掐了 张元清拎起垃圾袋 以到垃圾为由离家 返回时 偷偷取出八指径制造分身 让她进入夜游 潜藏在楼道里 等待时机 滴滴 张元清建入密码 回到客厅 笛菜光住两条毛腿 坐在客厅的软沙发上 手里夹着雪茄 一动不动地沉思住 她已经维持这个姿势 超过两小时 张元清虚假问候道 你在想什么 我好像猜错了笛菜放下雪茄 摸着下巴 道 我以为你是的邪恶职业 或者堕落者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第一天见你 就觉得你有问题 但这三天接触下来 我又觉得你可能是个好人见鬼 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刚做完坏事的张元清 莫名心虚 道 所以你愿意跟我赞助 不是为了找通天教主 而是想观察我 不然呢 笛菜咬着雪茄 招牌式的勾嘴角 你知道新约郡有多少猎人吗 越低级 猎人越多 通天教主刚好借到悬赏的几率不大 几率不大 不代表没有 和 中彩票的概率差不多 如果真来了呢 那我叫你一声罢 可以了吧 这可是你说的张元清忽然身子一晃 眼皮越来越重 困意袭来 身子一个亮呛 当住笛菜的面 昏睡在地 笛菜瞠目结舌 夹在指尖的雪茄趴搭落地 下一秒 他脸色严肃地弹身而起 迅速摸过张元清的胸口 脉搏 睡住了 他愣了好几秒 才猛然反应过来 不对 是掌梦史 第二大区的掌梦史 通天教主来了 还是其他猎人 卫卫 醒来醒来 笛菜抡起大嘴巴子就打 但这个逍遥剑仙依旧沉睡 没有被唤醒 单传骑士意识到不妙 他很少在第一大区看到掌梦史 因此没有考虑过 敌人是掌梦史的可能 此时遭逢突变 就有些猝不及防 他的脉搏越来越微弱了 梦境中受伤了 呼 还没死 应该能再撑一会儿笛菜迅速起身 从物品栏里抓出一把黄金骑士长剑 一剑肩甲 一剑护臂 快速完成穿戴 他双手主剑 表情变得威严端正 气质神威灵灵 我以骑士之名 制定律令 一切生灵不可入梦 剑尖荡漾出黄铜色的光运 一轮轮地扫过红砖小楼 扫过街道 扫向远处 下一秒 他目光骤然灵力 通过规则之力的反馈 他找到了违法律令的罪犯 就藏在红砖楼的楼道里 就在笛菜锁定敌人的同时 楼道里的掌梦史突兀地消失了 没给他制定第二条规则的机会 直接施展梦境 跳跃逃离 笛菜没有追踪 因为这毫无意义 倒地的张元清豁然睁眼 大口大口喘息 如同溺水冰死之人 第六百七十七章五行盟的援助名单 张元清艰难地坐起身 大口喘息 汗水顺住额头滑落 近视了后辈 他喘着气说道 掌梦史 通天教主是掌梦史 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看出来了 笛菜抓了抓头发 有些苦恼 幻术师在第一大区很罕见 咱们也太倒霉了 唉 早知道就不该管你的死活 直接禁止梦境穿梭 今天就能活着通天教主 没想到真的掉来了通天教主 更没想到的是 那竟是个掌梦史 第二大区 三大职业中 鼠幻术师最奸华神秘 难以追踪 可你第一时间选择了救我 张元清台谋 眼神认真地凝视着笛菜 放心 其实先生 以后你永远不用担心找不到敌人 因为他们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风一般地追逐住你笛菜心里一尘 你什么意思 张元清学着笛菜勾起嘴角 做出欠奏的表情 刚才在梦境中 为了自救和拖延时间 我把你骑士单传的身份 告诉通天教主了 包括你身上那块圣盘 笛菜表情瞬间僵住 抱歉 为了伟大的卧底计划 只能卖你了 张元清一本正经的分析道 我认为 与其大海捞针的找人 不如把自己打成焦点位 让敌人主动送上门 反正阁下是半神 正苦恼生活不够刺激 现在够刺激了吧 笛菜愣愣看他扮上 难难道 你的老六 不 我是你爸爸 你自己亲口说的 张元清心里吐槽 但不敢说出来 怕刺激到已经心态炸裂的单传骑士 好歹也是位主宰 笛菜在客厅里来回夺步 道 道也不视为一个办法 就看通天教主背后的势力 是什么自由盟约张元清道 通天教主是掌梦使 散修的可能性 较低 如果有势力的话 无非是邪恶阵营 而邪恶阵营的大势力 数量不多 顿了顿 他望住 笛菜 道 但也极其强大 笛菜沉默几秒 迅速收拾行李 同时拨通了小秘书安夜奇的电话 小阿 准备撤了 我们去新约郡银行总部大楼避一避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被一个老六给卖了 别骂了别骂了 人生是需要刺激 但这个刺激太大了 成功转移火力 我该工程身退了 接下来 不管猎人工会 能不能从单传骑士手里 夺走同块 两边都在我的掌控中 张元清也迅速进入卧室 收拾行李 你也要跟我一起走 见他拎住行李箱出来 笛菜一愣 正要拒绝 便听逍遥剑仙说道 不 我没兴趣跟住你送死 但这里显然不能住人 了 不出意外 最迟明天 最早的话 过几个小时 通天教主就会带人杀回来 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如果你有什么进展 或者需要帮助 随时打我电话 我会继续调查通天教主 如果需要你的帮助 希望不要拒绝说完 拎着行李走人 另一边 分身连续施展梦境跳跃 来到曼岛和昆斯区交接处的移动公寓 这才回归现实 然后立刻取出手机 拨通 聊猎人工会副会长 凯瑟琳的电话 电话响了几秒 凯瑟琳接通电话 声音柔眉入骨 这个时间点找我 是想要我的住址吗 嗯 正好我今天没有找人陪 暧昧的语气 怒骨的话语 不自觉地勾起张元清的欲望 产生立刻飞到他身边 深宫暴的冲动 这女人无时无刻不再魅惑 相比起来 安妮算是碍玉职业里 比较正派的了 张元清开门见山的说道 我 找到第二块同快了 电话那边沉默几秒 凯瑟琳的声音变得严肃而急切 追问道 在哪 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不会在电话里说 张元清的口语依旧别搅 凯瑟琳啊 泪一声 听她又说了一遍才听懂 想了想 到 我在猎人工会等你 张元清收起手机 眼前再次浮现光怪陆离的梦境 施展梦境 跳跃离开 半小时后 她来到猎人工会 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区 见到了凯瑟琳 新约郡这边 职业班 加班的情况叫手 办公区就亮着寥寥几盏灯 大部分区域都是昏暗的 凯瑟琳坐在灯光底下 穿着极西的短裙 修长的眉腿交叠 身子靠在椅背 让丰满的胸脯更显糊涂 见通天教主进来 她美艳绝伦的脸庞 绽放笑容 你的进度比我想象的要快 你找到第二块铜块了 张元清停在她鸡米外 拉过一张半公椅 坐下 找到了 但我没办法拿到手 因为她在一位主宰手中 主宰 凯瑟琳眉头紧皱 什么职业的主宰 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几天 我有在暗中观察 反黑白联盟的动静 锁定了盟主邓金国的住所 然后我发现 一个剑客 频繁出入邓金国的住所 就是那晚救下风神之意的剑客 邓金国显然是知道教皇遗物的 又频繁与剑客密谈 和剑客的追踪 调查能力很强 我有理由怀疑邓金国 委托剑客调查此案 于是今晚把剑客拉入梦境 他威威道来 先把自己调查剑客的原因 分析了一遍 再接着透露剑客为求自保 出卖单传骑士和教皇遗物的经过 这里唯一的漏洞 就是太巧了 第二块同块来得太容易了 容易到有些不合理 但没关系 接下来 猎人公会自然会去验证 而他说的都是真话 经得起查 果然 凯瑟琳听完 半场没有开口 思索了片刻 道 我知道了 我会去查证的张元清点点头 道 那么 考核的事 等我们查证之后再说吧 凯瑟琳既没答应 也没明确拒绝 张元清汉手道 那么 晚安 凯瑟琳女士 如果感到夜晚寂寞 可以找一个固定的床扮 这是我善意的忠告 说罢 他消失在猎人公会的办公区 凯瑟琳鸣起红烟的嘴角 喝道 有趣 越是对他不屑的男人 他越是感兴趣 凯瑟琳拿起桌面的手机 拨通电话 查一查唐人街 反黑白联盟盟主邓金国住处附近的监控 查一查逍遥见先 一个来自第二大区的剑客 越不在乎他 但男人 他就越感兴趣 男人和女人果然都是一样的 都剑 昆斯区的出租屋里 张元清懒洋洋地坐在摇椅上 手里握着遥控器 看住电视新闻 这里是他给自己找的第二个窝 角图三窟嘛 何况是他这个间谍 身为圣者进巅峰的幻术师 他精准把控到了凯瑟琳的心里 才会留下最后那句话 目的就是引起凯瑟琳的兴趣和兴趣 美人计是间谍和特务惯用的手段 这肯定可以演化成美男计 张元清一边发散思绪 一边看住新闻 他收看的是自由联邦五大主流广播电视频道之一 新闻正在播报着一则商界名流被暗杀的事件 被暗杀的那位商界名流是新约郡著名的金龙大亨 资产上百亿 这位金龙大亨的死亡 给新约郡上流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 给中下阶段带来了恐慌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近一个月来 新约郡的黑帮火拼 枪击案频发 并有着愈演愈烈的迹象 枪击案和黑帮火拼的背后 是手续阵营在清剿邪恶组织的势力 而这位金龙大亨的遇害则多半是邪恶阵营的反击 这种冲突只是开始 以后绝对会越来越乱 并不断升级 现在是暗地里的斗争 没有涉及到高位格林进行者 往后 说不定主宰乃至半神的冲突都会贫发 这场战争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会长压力很大 张元清想到这里拨通了会长的私人电话 动感十足 让人忍不住闻声起舞的嗨歌里 会长接通了电话 有事起奏 无事退潮 这话很有逼格 学了 张元清道 我找到第三块同快了 便将单传骑士的存在告知会长 然后把自己出卖骑士的操作讲述一遍 干得漂亮 会长夸赞一句 感慨到叫停传承的骑士 没想到当年的骑士团还有传承 难得 难得啊 那小子是个人才 我会盯他一段时间 如果合格 就把他拉入手续阵营来 你确定吗 那家伙很欠奏的张元清 听出会长口中的赞誉 喝到 那家伙性格很恶劣 而且 七级主宰不至于让您亲自招揽 如果获得了完整的骑士传承 还是很值得的会长解释到 校庭的骑士传承 就像古代的修行者传承 这和现代的灵进行者不一样 你已经不是菜鸟 应该能懂我的意思 那家伙这么强吗 张元清顿时恍然 古代修行者的战力 要远高于灵进行者 因为他们在技方面的魔力 开发达到了极致 而时下大部分的灵进行者 对技能的运用都较为粗浅 傅青阳这种魔力剑技 达到寂静护道的例子 在古代就常有 也就是说 像单传骑士这种 拥有传承的灵进行者 会比同级别的行者更加强大 如果有好好魔力技法 甚至能碾压同级别 我稍后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 张元清立刻把单传骑士给卖了 然后回归正题 我看到新闻了 那个被暗杀的迈克尔 是你们的人 会长叹了 口气 是我们工会的一位胜者 他是明面上的棋子 身份早已曝光 工会已经很注意安保了 但前几天 猎人工会派出了三位胜者 其中一个是九神俱乐部的巴克斯 六级胜者里 没几个是那家伙的对手 那是一个比奥斯盟 胡佛还要强大的巅峰圣者 比奥斯盟他们还强 那就是 和当初的父亲羊一个级别 这种人物都有一些特殊的技能 张元清对第一大区里的风云人物 还不太了解 默默记下这个名字 同时感受到新约郡底下的暗流 比想象中更加汹涌 已经是这种级别的高手参与暗杀了 再升级 就是主宰阶段的冲突了 会长先生 形势似乎比我想的更加严峻 张元清说 虽然知道这是两大阵营的战争 但在张元清的设想中 商人工会和九神俱乐部的冲突 属于试探性的争斗 是两大阵营开战前的先锋 是彼此的试探 按理说不该如此激烈 会长先生与其低沉 因为星辰和太阴已经归位 只剩一个太阳 太阳之主诞生之日 就是两大阵营决定命运的时候 但其实 太阳之主诞生的时候 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太阳之主属于哪一方 哪一方的迎面就更大 因此 在太阳之主诞生前 双方都会努力地削弱彼此的实力 并争取培养出 几方的太阳之主 形成属于手续 太阴属于邪恶 就看太阳之主属于什么阵营了 张元清顿时理解了 双方的紧迫感 会长先生继续道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现阶段的冲突 太阳之主的诞生 乃至后续的两大阵营决战 都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当初自由盟约覆灭教廷后 选择隐藏于幕后 是因为时机未到 如今时机已经成熟 这次如果打爆手续职业 他们就直接掌控世界 掌控临近 那时候 手续阵营没有活路 原始 那将是所有手续职业的噩梦 所以原始 你的潜伏任务非常重要 一旦全面开战 那些潜伏在手续组织里的堕落者 将是手续阵营最致命的威胁 我需要一份名单 而你是唯一能打入 自由盟约内部的人 会长先生 我还没通过考核 你这样会让我压力很大的 猎人工会一定会招揽你 目前 两大阵营还没大规模开战 主要冲突在情报站和暗杀 你是幻术师 最擅长暗杀 潜伏的幻术师 在确认你的信息来源属时候 他们会对你进行下一轮的考验的 做好准备吧 会长说 张元清想了想 道 既然猎人工会就摆在明面上 为什么不直接端了 拷问凯瑟琳 不是更简单 明面上的敌人 总比暗地里要强吧 端了猎人工会 那自由盟约将全面潜伏 更加棘手 会长先生叹息一声 道 自由盟约 也有半神啊 直接擒拿凯瑟琳 那就是直接引爆战争 而目前 手续这边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开战之前 要相互消耗 尽可能地削弱敌人 收集情报 剪除内部间谍 等有十足把握 再开启战争 张元清道 理解了 那就这样 会长 正要挂断电话 忽然响起一事 道 对了 父亲羊要以援助商人工会 和天罚为由 把你的帮派成员派遣过来 你有什么看法 老大草率了 我还没享受过 碍玉职业的滋味 就把官雅派过来了 张元清道 妙齐 虽然会让他们卷入危险 我打算让纸杀公主也过来 会长说 你特么也很草率 张元清新说 会长又道 既然你暂时离开了唐人街 不如换个身份 以援助团的身份 进入天罚 然后帮我把那个巴克斯给宰了 又换马甲 张元清愣了愣 旋即眼睛一亮 确实是个好主意 有了这层身份 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入敌人内部 接触到威尼伯伦特 同时还能掌控天罚的情报渠道 而且还可以和通天教主 这个身份打配合 互相完成任务 绝配 行 我会和老大说的张元清道 两天后 新约俊银行总部大楼 钱也良用工作牌 刷开领导区的门径 敲响威尼部长的门 进来 里面传来威尼部长的声音 钱也良推门而入 望着一身洁白衬衫 绿色卷发披散的上司 高冷而美丽 妆容和穿着都无比精致 你带人去一趟迪亚机场 天罚的援助队伍 上午十点抵达威尼低头阅读文件 我 钱也良一愣 他一个实习检察官 论资历论职务 接待外宾的事 怎么都轮不到他 威尼抬眸看他一眼 从文件里抽出一份名单 道 里面有几个是你的熟人 钱也良接过名单 定睛一看 瞠目结舌 五行盟 关雅 天下归火 红鸡哥 太一门 赵承皇 孙淼淼 袁廷 普通队员十二人 除了夏侯傲天 和那个乌骨师小园 王者归来帮派的胜者 都在名单上 第678章会面 上午时间 专机抵达迪亚机场 钱也良领着 六名天罚的超凡行者 早早地等候在机场的滑行道旁 看住专机降落 滑行 最后停下来 机场的工作人员 开着小车 拖着登机梯 与机门对接 五分钟后 机舱门打开 钱也良看见 王者归来的圣者们 陆续走出机舱 白衬衫搭配套裙的 混血美人 穿着黑衣黑裤 孤傲冷漠的赵承皇 脸蛋圆润 气质甜美的孙淼淼 严肃正经的伙食之耻 不 是优秀伙食天下归火 还有大大咧咧 看住脾气 就很暴躁的红鸡哥 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 五行盟官方成员 钱也良秀丽的脸庞 绽放笑容 如同找到了组织 找到了家的孩子 飞奔着过去 大声招呼道 欧哈游不对 大家好 大家好 关雅 孙淼淼朝他微微 一笑 赵承皇和天下归火 则汉手失忆 哟 梁将 又见面了 红鸡哥就热情多了 用力拍打钱也良的肩膀 把他拍得一阵亮呛 在新约郡混得怎么样 有没有被养鬼子欺负 听说养鬼子 最爱欺负你们 倒过鬼子 以后跟住哥几个混 保管没人敢惹 他一口一个鬼子的 钱也良也听不懂 是在表达善意 还是在嘲讽 只能保持僵硬的微笑 我 我带大家去天罚分部报道 钱也良 见队伍成员都下了飞机 忙引着大家 往百度车走去 队长 金发蓝眼的女助理 凑上来 低声道 少一个人五行萌的 援助名单里写着十八人 六名胜者 每名胜者配了两位助理 但专辑里下来的人 只有十七位 少了一人 没有少个人 官雅停下脚步 笑容意味深长 有一位成员已经提前抵达新约郡 梁将 你见过的梁将这个称呼 是跟住张元清喊的 张元清一口一个 梁将 其他人就跟住这么叫 提前抵达新约郡 钱也良先是一愣 似乎想到了什么 是他 一定是他 一行人登上百度车 来到到达层 接着进入车库 乘坐天罚安排的保姆车 前往新约郡银行总部大楼 领头的那辆保姆车 司机是钱也良 官雅坐在副驾驶位 孙淼淼和赵承皇做第二排 红鸡哥 天下归火做第三排 车上没有窃听器 你们有没有隔绝声音的道具 钱也良问道 孙淼淼便取出一只八音盒 拧动发条 让八音盒发出优美的旋律 我们所有的谈话 都会被音乐掩盖 孙淼淼说 钱也良盲问道 最后一个人是帮主吗 是他吗 是他 官雅圆儿妹的毛子一斜 笑咪咪道 你这么激动干嘛 钱也良心虚的绷紧脸蛋 官雅吃笑一声 还以为你长进了 结果还是那么容易心虚 我 我会好好努力的钱也良 习惯性的鞠躬认错 官雅瞟她一下 浅浅笑道 在我面前不用这么紧张 奠基帮主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对吧 孙淼淼 孙淼淼妆装 龙作雅 一副被新约俊风景吸引的模样 得亏手里没有键盘 不然就叫这个混血女人领教一下爵士剑仙的输出强度 后排的红鸡哥看向孙淼淼 仗义直言 淼淼 官雅在嘲讽你呢 你没听出来嘛 就你聪明 不知道傅清阳安排进来干嘛 拖后腿吗 车厢里众人心里安骂 钱也良察觉到车厢里气氛有些尴尬 心说还好那的六级学士没来 不然气氛只会更尴尬 她连忙转移话题 大声问道 你们一起来新约俊 是有什么任务吗 官雅摇摇头 傅清阳没有交代 具体任务 只是让我们无条件的配合帮助 你先跟我们说说新约俊的情况 钱也良点点头 新约俊的天法 有两财团一姓氏主导 分别是古斯塔夫 梅德两大财团 以及伯伦特家族 首席检察官威尼伯伦特的家族 是总部那位首席检察官派系的 与他对立的是首席执行官孝恩梅德 从他的姓氏就能看出是什么财团了 威尼和孝恩各自代表背后的派系 一直明争暗斗 是那种恨不得对方去死的关系 行政部的部长钱宁卢是董事会的人 负责调解 制衡双方 他巴拉巴拉地讲着天法内部的派系 大派系就是两财团一姓氏 三大派系中又有众多小团队小派系 听到王者帮派成员有些头疼 只觉得天法的派系比五行盟还要混乱 作为混血的官雅总结道 其实天法的派系很简单 三权分立 执行官体系 检察官体系 董事会 三大体系都有一位半神 其中 董事会的势力最大 由八大财团组成 另外 执行官体系和检察官彼此仇视 经常闹矛盾 董事会负责调解 至于其他小派系 可以忽略不计众人咀嚼这信息 缓缓点头 钱也良继续道 最近新约郡很不太平 我听说九神俱乐部和商人工会打得非常激烈 已经有牵扯到正商两届了 胜者也死了不少 但主宰又没下场 所以你们来得正好 天法正缺站立强悍的胜者 你们还是第二大区的胜者九神 俱乐部和商人工会的战斗 还没结束马天下归火点评了一句 这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来协助帮主的孙淼淼立场清晰明确 红极哥终于抓到机会 问道 梁将 天法里有没有人欺负你 我们给你找回厂子 钱也良文言 用力点头 有的 谁 红极哥在车尾喊道 钱也良鼓起腮帮 布雷迪没得 猎人工会 凯瑟琳打开邮件 阅读起调查报告 逍遥见先 五级剑客 来自第一大区 身份未知 居住在披萨街360号 房东杨秀娟 曹庆 贾张飞死后 他接受邓金国委托 调查通天教主 追回教皇遗物内容很简短 凯瑟琳看了一眼便掠过 此人价值不大 五级的剑客 只能说实力还不错 但在主宰眼里 尚不得台面 在教皇遗物事件中 这位逍遥见先 是无意中卷入的边缘人物 可以直接掠过 他重点关注了迪菜的信息 此人明面上的身份 是一家船运 贸易公司的老板 同时经营着娱乐行业 烟酒类行业 拥有不菲的身价 屡屡与女明星传出绯闻 据说公司旗下的美貌明星 都是此人的床扮 是一个小财阀 同时也是花花公子 个人名声方面 除了浪荡不羁的花心 性格也极其糟糕 与很多富豪友嫌隙 大家提及他都咬牙切齿 恨不得掏出小手枪啪啪他 但又无可奈何 关于他是临近行者的信息 调查资料里 没有任何提及 在通天教主给出 对方是教廷骑士传承者前 没有任何信息 资料能证明 对方是临近行者 但根据通天教主 获取的信息 迪菜是教廷传承的骑士 身上有一块圣盘碎片 目前 这位单传骑士 已经不知所踪 连猎人工会 都查不出他的行踪 凯瑟琳看完 迪菜的个人信息 又点开了监控视频 看到了迪菜 进入邓金国别墅 然后又跟住 逍遥见先离开的视频 看完所有信息 凯瑟琳磨光沉宁 思索了几秒 这个迪菜 是教廷传承的骑士 无疑 通天教主给出的信息没错 可以给他安排考核任务了 新约郡银行 总部大楼 64层 天法营兵部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张元清 推开了6401会议室的大门 伴随着大门敞开 他看见帮派的圣者们 坐在长条会议周边 红鸡哥一口牛排 一口红酒 吃相狂也不羁 其他人也在用餐 但明显优雅很多 长条会议周边的圣者们 纷纷扭头 看向阔别多日的帮主 张元清关上门 笑道 各位又见面了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双方对视 目光交接 一切都在不言中 半赏沉默 官雅率先开口 笑音迎道 会议室里做了道具隔音 检查过了 没有监听设备 帮主 副长老让我们过来协助您 请问有什么吩咐 刀山火海 您一声令下 属下万死不辞 张元清正要开口 呼听红鸡哥哈哈笑道 帮主 你来新约郡这么多天 有没有约过美神协会的爱与职业啊 听说爱与职业的滋味很不错 还有 你的容貌怎么变了 会议室空气陡然一静 张元清微笑道 红鸡哥 我记得你不是五行萌的成员吧 你来干嘛 麻溜的滚蛋 拖后腿的家伙 眼见官雅和孙淼淼露出狐疑的目光 张元清连忙咳嗽两声 道 我这么正派的人 怎么可能和爱与职业有任何往来 红鸡哥 你不要一己夺人啊 再说 我可是签过契约的天下归火主动开口 替帮主打圆场 说道 说正是吧 副长老委派我们过来协助你 但没有交代任务 应该是想让你亲口跟我们说 抓紧时间吧 我们是把圆厅打晕了 猜过来的 他要醒了 一定会冲进来旁听文言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张元清 张元清拉开椅子坐下 扫了一眼被拆下的摄像头 被窗帘挡住的落地窗 沉声道 重新确认一下 隔音道具能阻断主宰的监听吗 官雅点头 父亲养给的道具 没有问题张元清当即道 说明一下邀请各位来的目的 商人工会和酒神俱乐部的交锋 涉及到两大阵营的决战 两大阵营的决战 什么意思 王者归来帮派的圣者们表情微变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是魔君传人了 其实魔君在角色卡里留了一件东西 那是太阴本元碎片 我死之后 本元碎片回归临近 灵托或许已经补完残缺的太阴本元张元清 语气低沉 还记得光明罗盘的预言吗 日月星归位 大劫降临 如今星辰和太阴已经归位 只剩太阳了 所以手续和邪恶阵营的战争 已经打响这番 毫不拖泥带水的话 如同炸弹 想在众人耳畔 炸在众人心里 第679章入职 对在座的圣者们来说 手续和邪恶的阵营斗争一直存在 从未消失 但相比起光明罗盘预言中的末日决战 过往的阵营斗争就像过家家 过家家他们尚能参与 而预言中诸神征战的战斗 则非云云众生可以插手 在座的圣者们 无疑是云云众生的一员 哪怕在大部分临近行者眼中 他们都是大人物 阵营决战不远了天下归火指头 轻敲桌面 难难自语 他心里涌起强烈的紧迫感 圣者还不够阵营间的大决战 至少主宰才能自爆 才能发挥作用 关雅 宏吉哥等人同样有了紧迫感 他们都是知道光明罗盘预言的 前野良则恍然大悟 明白了新约郡近期冲突频发的真正原因 星辰和太阴已经归位 只剩最后的太阳 孙淼淼和赵承皇对视一眼 表情有些复杂 作为夜游神的他们 偶尔也会幻想一下成就半神魏格 但随着加入王者归来 知道夜游神的尽头只有日月星 而今星辰和太阴已经归位 只剩一个太阳 这让两位年轻的天才非常泄气 因为同辈中比他们更有天赋的 有魔君和原始 长辈中则比比皆是 每一位日游神都是天才 赵承皇陈寅几秒 问道太阳归位大概要多久 如果太阳归位需要几年 甚至十几年 倒也还好 但理智告诉他 不会这么久 因为按照原始天尊的说法 两大阵营的战争已经打响 说明太阳归位不会太久 众人齐刷刷看向张元清 不知道 张元清想了想 道 但如果你们保持现在的升级速度 邪恶和手续阵营的决战来临前 应该能晋升主宰 他确实无法估算 从自身角度来说 年底才能晋升主宰 此后副本间隔漫长 一年都未必有几次下副本的机会 而晋升速度最快的傅清轩 从主宰到半神 也用了整整一年 从各方势力投资的夜游神来看 那就没法估计了 因为那些被投资的夜游神 注定是主宰阶段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冲击太阳之主位格了 所以 我们帮派未来一年的发展规划 是集体晋升主宰骂 红极歌摩拳擦掌 天下归火冷冷到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年底 最多三次大型杀戮副本 每次最多三名主宰 除非我们能包援三次副本的名额 红极歌怒道 我就开个 玩笑 你每次都拆台 想打架是不是张元清抬了台手 陈生道 在我说话的时候 请不要打断红极歌 还是扶他的 当即保持沉默 张元清继续道 九神俱乐部和商人工会的冲突 是两大阵营决战的前奏 目前 主宰还没下场 对于你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提前下场适应战斗节奏 为将来的决战做准备 现在定一下团队明面上的队长 关雅 你是事后 这个位置就交给你了 张元清没有把卧底的事 告诉团队众人 这和信任无关 越重要的事 越不能透露 他在看向其他人 我现在的 临近ID是勾芒 四级兽王 关雅的助手 大家记住了 尤其洪基哥 别说漏嘴 勾芒是父亲羊给他做的身份 但并非凭空捏造 勾芒是在松海分布挂名的 白虎卫的一员 天法哪怕派人前往松海调查 得到的信息也不会变 除非查到白虎卫头上 但白虎卫是父亲羊的心腹势力 且平日里隐姓埋名 极其低调 想找他们难度极高 这层身份很稳 正式聊完 众人继续用餐 吃完饭 他们要去见 新约郡天法分部的 两位最高领导人 首席执行官孝恩梅德 和首席检察官威尼·伯伦特 王者归来的帮派成员 等级普遍在五级 哪怕在五行盟 天法这样的大组织 也是中流砥柱的高级之士 足够主宰重视 午餐结束 众人离开会议室 乘坐电梯前往101层 从100层开始 到顶楼108层 都是天法的办事处 在101层的大型会议室里 张元清见到了威尼·伯伦特 他比照片上的形象 更加美丽鲜活 穿着白衬衫和长裤 微卷的绿色长发 披在肩膀 高高的鼻子 深邃的眼眸 弧线优美的脸部线条 勾勒出精致立体的五官 30岁左右 正是女人最性感 最成熟的阶段 她的脸庞如照寒霜 严肃的气场 往往会让人忽略她的美丽 让人不自觉地心生敬畏 除了威尼·伯伦特 大型会议室里 只有几名身穿套裙的女文员 负责接待 端茶倒水 并没有首席执行官 首席执行官 孝恩梅德的身影 确实漂亮 气质无可挑剔 摩军的情人 一个赛一个的美艳 张元清内心感慨 不由想起那几句名言 你笑摩军死得早 摩军笑你情人少 不献鸳鸯 不献仙 羡慕摩军每一天 威尼·伯伦特 目光平静地扫过 五行盟的18位临近行者 淡淡道 我叫威尼·伯伦特 天罚新约郡分部首席检察官 以后是你们直属上司 在新约郡工作期间 你们要服从我的安排 生活上如果遇到麻烦 需要帮助 可以找我的助理 他语气冷淡 但说的是中文 虽然不是特别标准 但声音清清冷冷 非常好听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这位冷艳检察官 并不是刚愎自用 狂妄自大的性格 说完 威尼看向身边 有着淡淡雀斑的女人 穿着套裙和白衬衫的爱马笑道 我叫艾玛史密斯 工作和生活的事都可以找我 威尼部长是个公正严肃的检察官 大家可以放心信赖 新约郡近期不太平 邪恶组织试图颠覆手续的统治 话没说完 红吉哥就插嘴道 两大阵营的决战快开始了嘛 这个我们知道 你不用赘述威尼和艾玛同时皱眉 关雅丹丹道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火魔文言 威尼和艾玛同时舒展眉头 没在搭理 后者继续道 最近新约郡很不太平 我希望你们在生活期间 尽量低调 少参加黑市活动 少去非官方行者组织的聚会 另外 尽量不要和爱玉职业来往 听到少和爱玉职业来往 王者帮派的众人 纷纷隐晦 等描向张元清 威尼和艾玛注意到了 五行蒙众圣者的目光 不由看向张元清 此人五官清秀 细致温和 是个人畜无害的大男孩 作为看过资料的威尼和艾玛 脑海里迅速浮现张元清的资料 勾芒 兽王 四级 这么看来 此人是个强域类的 渴望繁殖的木幺 我会约束同伴的关雅回应了一句 然后说道 我希望艾玛助理能把目前的形势 各大邪恶组织的信息 手续组织的信息 汇总一下 发给我 我们华国人 讲究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在基础情报没有到位前 我们不会执行任何任务 艾玛 微微汗手 露出赞许之色 不愧是富家的赤后 我会尽快把资料给到你 明天晚上 我打算安排一个聚会 邀请海神教会 美神协会的精锐参加 正好让你们熟悉一下 新约郡的手续组织 双方又交流了片刻 威尼部长宣布散会 然后 她望向关雅 道 你留意下艾玛则道 大家跟我来 我给你们安排了办公区域 除关雅外 众人随着艾玛离开会议室 在会议室的门关上 威尼伯伦特凝视着关雅 道 我听说 你是原始天尊的女朋友 关雅神色一暗 但很快恢复 点了点头 她牢记住自己痛失至爱的设定 威尼伯伦特沉吟几秒 试探道 你有没有在她身上 看见过一只小音箱 巴掌那么大 能录制音频 能吹出唢呐和鼓声 超凡品质 但有时候表现出的能力 又会让人怀疑她的真实品级 关雅做出回忆状 道 有 她确实有能发出 唢呐和鼓声的道具 但一直藏在腰包里 从未暴露在公众视野 威尼开门见山道 她有把那件道具留给你吗 我希望能购买那件道具 价格你随便开原始的那件道具 很重要 让威尼如此重视官雅心里闪过疑惑 摇头道 抱歉 关于魔君的道具 她没有留给我 也没有留给父亲娘 你想要的那件道具 应该已经随着她 回归临近 威尼定定地看她片刻 没说什么 默然起身 离开了会议室 104层 爱马给五行盟援助小队 安排了一片宽敞的办公区 每一位圣者都有专属办公室 超凡助理则在公共区域 前野良申请加入 得到了爱马的允许 信匆匆地回去收拾东西 张元清端了一杯水 站在饮水机旁 与圣者们闲聊 没有看到孝恩梅德 我们直接归属威尼伯伦特 依我们团队的实力 孝恩不可能不争取 天下归火点点头 说明孝恩失败了 只能把我们让给威尼 孙淼淼眉头一皱 这样的话 咱们就不得不站队了 说实话 我并不想卷入 乱七八糟的争斗里 不 天下归火摇头道 站队是必须的 我们这些外来客 如果不站队 那就会被两边放弃 当成这场阵营战争的炮灰 死武勤盟的胜者 总比死自己的心腹要强 站队了也可能当炮灰 这就要看我关雅队长的领导能力了 张元清笑了笑 天下归火看向张元清 我建议他向威尼示好 或者 找机会与孝恩梅德接触一下 这 不行 红极哥立刻反对 我记得梁将说过 有一个姓梅德的欺负过他 咱们要是投靠孝恩梅德 岂不是把梁将往火坑里推团队里 就 属红极哥最讲一起 这时 关雅走入办公区 猝住眉头 心事重重 怎么了 张元清招手换他 关雅靠拢过来 小声道 威尼想购买一件魔君遗物 我说他死时 没有把遗物留给我 威尼似乎不信 哦 红极哥改口道 那咱们还是投靠孝恩梅德吧 天下归火 趁机嘲讽道 不愧是混社团的 很识时误 张元清正要说话 互听办公室门口 传来钱也凉的娇吃道 布雷迪梅德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 不然我会向监察部举报你 然后亲自调查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